讲完了窗口式空调机,我们就继续讲分体式空调机 通常分体式空调机是由室外散热机和室内冷凝机组成的 室外散热机一般都是以坐地式和吊顶方式进行安装 而室内机可以分为挂墙式、坐地式、吊天花式和隐藏天花式辅助 而室外机和室内机之间都是用铜管加以连接并输送冷凝 在施工前,承建商必须备其最新批准的图纸和批准的材料 比如冷煤、铜管、抬水管、电线和保温用的橡胶发泡材料 另外承建商还要准备好所需工具 包括弯管器、扩管器、切管工具、管称、扳手、焊枪 砂质、氮气和电钻 而仪器方面就有压力表、真空泵、绝缘测试表、温度表和浅表 至于室内机的安装 今天我们就用挂墙式来作为示范 首先,室内的墙身一定要先做好泥水肘瓶和油漆 接着再检查清楚随机的配件是否齐全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将根基的冷煤管带好方向 不过在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度 千万不能在弯曲或者扭动的时候将其整断或者弄点 接下来就可以根据所批准的图纸 参照厂方提供的安装指示 定出安装位置 先用电钻在墙上钻孔 将室内机底板用螺丝固定在墙身上 然后检查机身的血水 当其威胁并面向排斥粉之后 才可以将室内机挖在底板上 列宫外其他室内机的安装 好像天花板装嵌室、风管室等等 就要配合其他的各行各业 千万不要自己顾自己哦 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调化方式 作为室外机的安装示范 我们首先在墙身处 标出钻孔和承托铁架的位置 然后用膨胀螺丝 把铁架收紧在墙身上面 再在铁架上标好安装室外机的位置 这个时候要注意室外机和墙身之间的距离 一定要符合制造商的指示 或者经工程师顾问批准后才行 另外在机身和铁架之间 还一定要安装上至少6mm厚的披震向胶 如果室外机是安装在大厦的外墙时 就需要装一个有足够宽度 并且设有安全钩装置的工作台 这样才可以提高工人维修检查时候的安全 而冷媒口果的安装呢 首先呢 就要在墙身处标记好管路和管马的位置 而且直直管管马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1.2米 同时在转弯处也一定要有管马才能够好 然后就可以下管料了 现在地上铺上木板或者是后直板 接着把铜管平直地放在上面 注意要尽量保持直线 千万不能够弄扁或者是弄断 挡线到足够的长度之后 就可以把铜管切开 记住要清理切口的铜线 然后用胶部把开口封好 没错啊 如果要将铜管弯曲的话 就必须要用弯管工具 及俗称的管铁 不能够随便用手或者其他的工具将它弯曲 之后再套上橡胶发泡材料 但一定要用厂方认可的胶水来粘和连接面 并且使连接面互相紧贴 再用胶部包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